這是一個蠻令人憂心的現象 那這說的是年輕人開始使用 沒有被規範的 沒有被法律規範的 所謂的合法的一些 Steroids 就我們Steroids叫什麼 類固醇這樣子 那有一些網紅就開始 在抖音上去promote它 那這個是很不OK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Paul 最愛到自我因為啟度 所以我們很快看一下 它這裡說 叫做Legal Steroids 所以Steroids這個字就是 類固醇 那就是 他們健身會打這玩意兒這樣子 OK 吃這玩意兒或之類的 那Unregulated就是 它沒有被規範 OK 所以我們講說 這是一個有規範的 像我們講說 那個電子煙 那電子煙現在已經被規範了 台灣就不能抽了 然後警察會抓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說 它是Regulated It's a regulated industry OK 好 那名詞就是Regulation 這樣子 好 那Unregulated就沒有這樣 好 所以這是一個 Unregulated Legal Steroids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所以它會在網路上賣 那它就可能會造成一些很嚴重的危險 這樣子 那他們有時候會用一些 虎人的一些hashtag 例如說 Teen Fitness 或者Teen Bodybuilding Teen就是你知道十幾歲的年輕人 那他們在那時候健身 那理論上真的根本不應該可以服任何的東西 可是你說他們吃 他會叫孩子們去騙家長說 這只是維他命 Just tell your parents there are vitamins 這邊你看 Just tell your parents there are vitamins 那這很不OK 說實在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名字大概怎麼說 那這邊事實上有一些字不是很常見的 算很深的一些字 你可以看一下下 好所以這裡我們看到 Found Influencers on the popular social media app They've partnered with online vendors or of unregulated and often illicit substances 所以他們會跟網路上的一些 反正就遞他們帶貨啦 這樣子會partner起來 那elicit這個字 其實就跟illegal是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就是非法的 illicit OK 只是這個 Licit結尾的字 還有一個字叫做explicit 還有一個字叫做implicit 那跟非法的意思差蠻多的 implicit就是暗譽暗指的 OK implicit 就像我再酸一個人 然後我酸的很不明顯 I'm implicitly hating on somebody 那explicit就是很明確的很明顯的這樣子 像例如說你跟一個女生出去 你要發生性關係 你需要得到他很明確的同意 so you have to get explicit consent if you were to engage in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somebody 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 explicit跟 implicit 一個是明的一個是暗的 那elicit則是非法的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講的是 Often illicit substances Including selective and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哇 好這什麼鬼啊 好所以他這邊講了這 selective androgen receptor modulators 大概值得翻譯的一個字 selective在選擇性這個字還好 receptor都不知道該就翻起來有沒有意義 receptor就接收器或接收者之類的 modulator把它翻譯成是一個模組類的東西什麼什麼的 或者說控制 因為modulate也有控制的意思 跟moderate是有點像的 這個我覺得不是很好翻譯就算了 那androgen則是 雄激素 雄性激素 所以就打雄性激素進身上 然後他的 人的發育就比較快這樣子 所以他們這個簡稱 SARMS 我不知道他們會把它唸出來 大概會吧 好所以他們就專門來target teen或者young adults 那會有一些Body這個剛講hashtag teen bodybuilding 真的蠻糟的 好所以他們會就是會說 啊這個沒什麼啦 吃了不會怎樣之類的 那這個行為就叫做 你在downplay一個東西 所以所以這個 the content of some videos encouraged the use of drugs while downplaying the health risks 所以downplay這個字 就是把一件事情說得奇妙淡寫的 OK downplay OK 所以downplay他的health risk Alright 那他們就會用一些這個 使用前使用後的照片來做比較 所以他會用一些before and after pictures of body transformations or physics of high profile bodybuilders who have reportedly use steroids 這樣 所以給你看他的body transformation 或者他的這個叫physique 這個字也是有身材的意思 他的發音很有趣 你看一下physical這個字我認識 physics這個字我認識 那一個是物理物理學physics physical是形容詞這樣子 就是物理上身體上的 那physique則是你的體態之類的這樣子 身體狀態你的physique 我會不會講身體狀態 你會不會誤解成 例如說你現在有沒有感冒的身體狀態 不是physics就是你的神采 你的figure 你的physique OK 好 Alright 所以這個 總之現在很多人看 然後這個 還有什麼可以說的 我這邊看一下 他有一個cavia cavia cavia hashtag related views don't differentiate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ent ok yeah 好 我大概懂了 這一段有點有趣 所以 這個hashtag所引導出來的流量 所以並沒有分別出 好的還是壞的內容 什麼叫好的壞的內容 就是今天我如果拍了一個影片 提倡這個產品 那這很明顯的就是不好的內容 這是negative content 可是我昨天PO一個影片說 大家不要吃這個 這個對你的身體不好 這個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所以這positive content 那我們用的都是同樣的hashtag 那總共有 你看這邊有四 你看講百萬千萬億 4億多的觀看數 so 420 million times 這麼多的view這樣子 ok 那這個view並沒有分出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壞的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你必須要知道的一個cavia 這個字我們也講過 有一個前提就是 the hashtag related the hashtag related views don't differentiate between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ntent 這樣子 for example that total that total could also include videos detailing the risks of steroids or recovery from their use 這樣子 好所以 那這個就很難說了 到底它多那麼 popular 我也不曉得 好 那它到底有些什麼不好的影響呢 可能有 so the drugs can have major side effects including heart attacks and psychosis 所以會發癲 或者心臟病之類的 好 真的有點危險 那我自己個人應該是 我從來不記得 我有使用過類固醇 據我了解 這都要用打的 真的用口服嗎 可能也有口服 我記得我們曾經做過一個 影片講的是 小男孩不小心被他爸爸的 那個 那個搞固酮的那個藥膏的 揮發出來的那個氣味 所以 結果那個小男孩用鼻子吸取進去之後 他就提早進入青春期 很扯的一個新聞 我現在還記得 那 反正這樣的東西可能盡量不要用吧 我個人是會喝乳菌蛋白啦 乳菌蛋白的英文也說一下 WHEY protein WHEY OK WHEY protein 那這個喝了加雞肉的 或者我應該說我不吃肉 所以我蛋白質的來源 其實就是比較少 除了吃蛋之外 沒有其他的 吃植物類的 事實上吸收沒有動物類的好 那我要補充蛋白質怎麼辦 我就喝乳菌蛋白了 可能沒有別的方法 大概一路喝到老了吧 那好像也有據報 這可能都是rumor 說什麼這個喝酒的對聖不好 I don't know 不然你要我怎麼辦 活著真難 有時候覺得 好了anyway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